大家好,欢迎走进海军美食 咱们平时经常吃鲜米冰面 今天海军分享一个粗粮的做法 看一下,有没有食欲 首先我们准备一个稍微大一点的土豆 用擦丝器,擦成粗一点的丝 擦好的土豆丝中,我们分少量多次的加入油面 边倒边搅拌 这油面记住了,千万不要一下倒进去 让我们土豆丝的表面薄薄的裹上一层面粉 看一下,搅拌好的土豆丝是这种根根分明的,并不粘腻 接下来我们把拌好的土豆丝平攒在壁垒上 锅中提前烧水,水开以后放入壁垒 盖上盖子蒸8-10分钟 如果土豆丝稍微多一些,就蒸10分钟 接下来我们准备配料的部分 一小块或挺长 再切成小饼 再来切点小葱段 时间到了,把火关掉 出锅 稍微给它晾至微凉 碗中打入两颗鸡蛋 接下来锅中倒油 油热以后倒入蛋液 小葱花 分炒两下倒入火腿煸 炒出香味后倒入土豆丝 根据自己的口味 加入盐 炒好的鸡蛋 再淋入少许的酱油 不喜欢的可以不放 放入小葱 放入小葱段 再次翻拌均匀 看看这盐质 好不好看 简单,方便,精细又实际 关键是很好吃 我们下个视频见 我们下个视频见 谢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个视频见